请与会贵宾迅速就位 并请将手机或行动电话关机或转成振动模式 以立听证之进行 现在报告听证会应行注意事项 1. 出席者需经主持人同意时得发言 2. 禁止吸烟饮食 并应将行动电话关闭或禁音 3. 对于发言者之意见应避免鼓掌或鼓噪 4. 他人发言时不得加以干扰或提出质疑 5. 发言时应针对议题不得为人声攻击 6. 未免研制听证程序进行 不得就主持人以处置或以明白告知为同一问题者 再为重复发言 7. 未经主持人许可 不得于听证进行中进行录音录影或照相 8. 经许可录音录影或照相者 应于媒体专区为之 8. 有违反前项各款之情事者 主持人得命其退场或为其他必要之处置 9. 每位发言 请依所分配时间 在结束前30秒会按铃一声提醒 发言时间结束时会按铃两声 应急停止发言 发言时请靠近麦克风 以利收音 听证会开始 请主持人介绍出席听证人员 并说明按由发言顺序时间等事项 好 谢谢思议 提案人与会的专家学者 各机关代表以及在场的先生女士 大家好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今天的会议主席 我是中学院委员也是政大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嘉宏 好 那提案人张耀宗先生 107年4月9日所提 您是否同意基于和谐式维持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应与废止 经题本会第505次委员会议议讨论 多数委员认为应依公投法第10条第3项 规定举行听证会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能参加今天的听证会 今天听证会的议题主要有两点 也就是第一 本案是否合于公投法第2条第2项之规定 第2本案是否提案内容不能了解 提提案争议 为此听证程序顺畅进行 请发言者以及在场人员 配合遵守刚刚司宜所宣布的注意事项 今天的听证会时间配当 提案人之领先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陈述意见为15分钟 学者专家及机关代表陈述意见为40分钟 发言顺序依序为学者专家机关代表 各发言者的时间分配为5分钟 出席者发问及答复时间为30分钟 那在开始之前 那我还是容我先介绍一下 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本会的傅命书长 余明贤余傅宾书长 那在接下来在左手边是 中文院法律研究所研究颜料福特 那再过来是这个 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焱 那接下来是那个林靖章林顾问 台北市议会的林靖章林顾问 好那我想不晓得大家对于刚刚宣布的事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或是想要询问的地方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现在就请提案领衔员以及获得是委任代理人陈述意见时间是15分钟谢谢 好报告主席 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 先报告一下我们的毛家庆这个学者专家大概是正在停车嘛就上来 那我也出席过几支这个会了 我想会议能够聚集到焦点 所以我在这边也不再把我们这个就是您是否同意记忆和谐是维持社会团结应有的价值促行转型正义条例应与废止这个详细的内容啊 我就不在这边再做具体的陈述我相信各位学者还有主办单位已经该也非常了解了 政府刚刚走过来看的沿路都是警察哈 这个社会其实已经越来越不和谐了 越来越是一种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斗争哈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一些老百姓来讲是感觉到非常忧虑的非常忧虑的 所以也许容我向主席报告一下虽然我有十五中的发言 但我想说可不可以我们调整一下程序 我想听听看包括主办单位还有两位的学者对于我们这个案子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想我再回答回去会节省大家更多的时间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亚中张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廖福特老师发言 时间是五分钟 主席各位先敬大家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最主要是两个议题 第一个是是否合于 这本案是否合于公投法第二条第二项去规定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公投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话 它最主要是要规定各种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全国性的公平投票是要除了宪法规定外是适用到各个事项 那因此它应该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说这个公投所主张它是一个法律的覆诀的话 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定 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应该是符合规定的 也就是因为本来促进转型条例的话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部分已经通过大家都知道 那因此它主张是要废就是废除这个条例的话 应该是属于法律的覆诀 那第二个的话它就所谓那个依宪法规定外 看起来目前为止这个条例要主张废除的话 因为并没有明确的那个宪法规定 或是大法官解释认为这个部分是违宪 因此我想我们不应该妄然的推定 它有可能有违宪的一个情况 因此在第一个议题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符合那个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那第二个议题的话 它问的是说本案是否应该提案内容不能够了解其余提案争议 那我想应该是 大家因为整个组文的提案是有包括两句话 就是说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 您是否同意它有个基于和谐是维持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那诉求主要的诉求是希望废除 那个废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那我想应该废止就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最主要还是在前面这句话 就是它似乎有前后的理由跟你的诉求 这种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它的主张似乎是说要基于和谐 然后是维持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这个理由而主张说要废止 那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个情况 那我在想就是说可能比较核心的问题是说 在公投的主文里面 应该可能比较核心是它的诉求 就是说这个诉求的部分 那理由的部分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误解的一个情况 那我举例来说 第一个它可能是不是这两者是不是有确实的那个连结的关系 也就是你主张的是不是因为它会有去就是和谐这个概念 那失误隐含着可能促进那个转型正义条例 是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或者是说反过来说 我要更和谐说要废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那它是不是一定是这个理由的话 或许不必然 那第二个它可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人民如果投票要赞成要废止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 或许有更多的理由 或许有更多的理由 那现在你提出一个理由出来 会不会在某个层面里面反而限缩了 可能有其他的理由主张的人民的这种的状况 他去犹豫啊 或者是说等等的各种的状况 那或许说我们 我想在中央选举委员会这边的话 会应该慢慢发展出来一套模式 我们就比较清楚的是适用到每一个个案 让每个个案就在这个主文的部分的话 能够更简洁而且清楚 而不用去想象说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因为我想任何的投票案的话 应该是在主文部分 是要简洁清楚单一 能够让人民理解说我就是因为 那因为它也牵涉了一个问题 它有点像选举 我投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它可能是基于种种的理由 那可是你不会因为某个单一理由 而去限定 它是不是要投这个赞成或反对的票 那所以说我想今天个案 其实反而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单纯的 或许是说在这个基于 前面这句话 基于和谐是维持社会团结 这个应有价值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不是适合放到主文的这个部分 或许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其实讲我个人是认为 似乎拿掉也不影响这个公投主文的一个情况 或许搞不好可以更广泛的去征求人民的意见 来主张它是赞懂或反对 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话 是不是应该废止 我简单的跟提供一线给各位参考 谢谢 那谢谢廖福特 廖研救援 那我们现在请东吴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胡伯彦发言 时间是五分钟 谢谢 好主席 然后再会各位先进大家早安 我们东吴大学胡伯彦 那我们针对这两件 一体一跟一体二来发表自己的一点意见 那在一体一的部分是 本案是否合于公投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 因为我们叫公投法规定 是要有第二条第二项的诸多限制的部分 以及包含不需要在宪法架构之下 不过 我们本案应该是属于法律的复决案 因为现在目前有促转条例 所以是一个法律复决案 那个这个部分呢 倒是与我们现在宪法当中的明文规定 是没有明显的抵触的部分 虽然有学者是认为说 这一个 就是说 我们转型正义可能可以内化为法治国的一个原则的内涵 不过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转型正义条 有没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跟转型正义这件事情是 规定是有相合致的 所以说 单纯的如果就这个部分而言 所以说要针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来做 这个复决而言这件事情 与我们现在目前的 宪法架构以及说 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应该是没有 明显的抵触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也是说 那目前的这一个 这一个公投的主文跟公投的理由当中呢 就如同刚刚廖老师提过了 就是因为我们理由当中有一个基于和谐与维持 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那这个部分其实事实上来讲 不可能禁止 我们虽然有提到说这个 公正公约25条当中的相关规定啊 可是因为提案人本身就是针对这个条文是针对促转条例是有意见 所以说不太可能说大家是没有 意识形态 没有说一个理由说不然也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只是说我们现在的真结点也是说这个 我对这个的反对理由要不要在主文里面出现还是说只要在理由里面 去说清楚就好了 因为 这时候确实也是会造成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在 投票的过程当中的会不会让大家会了解到清楚了解到说 我们今天到底要公投什么的意涵 因为 如果假设我们没有那一段话确实是就会清楚明了反正 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理由 你不同意 你同意 就是来投票就是这件事情 加了这句话确实会让大家会觉得 呃就是这个主文当中是要基于和谐维持团结 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然后导致这一个条文是应该要废止这件事情 会有两者的 连结性的这个部分啊 那实际上来讲我自己也是认为是说其实 呃 提案人他自己本身理由的部分其实是有去说明 说为什么要去 提这个提案的公投这件事情 所以 呃是不是说要在主文把 你这件事情来呈现出来的话 呃我觉得这个部分 呃 恐怕也是会里面可能以后要建立一个 一个固定的一个作为 因为 这个可能也不是只有公投的问题而已 可能借时候在公投技术上面而言可能会 变成要应公投投票的 呃投票单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 一意出现了 所以 呃在这边可能跟 廖老师的意见其实是类似的说 呃是不是说有明显违反做公正公约的意识 公正公约其实是在避免说 有他人或是国家去 去做这一个去妨碍 投票的这件事情去把这个事情去反对啦 然后呢 可是本身提案人他自己本身在理由当中就已经有记载说为什么要提这个提案 所以 我想这个问题哦应该是 我们会里面统一去考量说这理由当中的部分是不是要在组文当中呈现 谢谢 好谢谢胡老师的发言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那个 是 刚刚我现在的事 我现在才想现在会有两个 然后我这两个分 那还有一点 因为我还在一起 我想 我们是不是 请所有的 学者专家 或是机关代表陈述 在 因为我 抱歉我讲的是持续问题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说 因为我不知道当中为什么问题 因为我持续分钟 我并不在想说法律的 这也能在确认 OK 我刚刚听了两个意见 我知道你们的问题是关键的反对 所以我做一个是持续 我先做回应 回应完那时候 我两个一个学者 看在这一层 好不好 那这样就对我们这个 你做起来的事情 可不可以同时 你稍微再发言 嗯 我 那那这样好了 那就请那个 那个张 张小宗先生 先简单回应 不要超过十分钟 就不用耽误到后面的意见 来以前大概就知道说 可能主办单位对于我们这个题目 大概有什么意见 所以我才跟各位解释说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 我想听完你们的意见以后 我做一个主持人回应 我想基本上重点有两点 第一个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属于这个 复决权 我想毫无疑问的 刚刚两位学者大概都肯定了 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复决权的问题 所以这一方面有争议的 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争议就在于说 你们认为说要不要写上基于和谐 是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我想这个东西也借这个机会跟主席报告 还有中选会报告 我想我有几个看法就说 我们这个基于这两个字说 我们在推动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考量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主办单位 它是非常清楚的 刚刚东吴大学蔡教授吧 有提 吴教授 吴教授对不起 他谈到说可能人家会了解我们的说明文理已经很清楚 各是各位要了解的说 其实当我们在投票进到投票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公投 如果说看到这个公投文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是那一刹那看完以后 他要决定投票 没有人会想说我在家里面要把这个公投文全部看完以后才来投票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呢 主办单位要求我们写100个字以内 100个字以内 这个主文 如果说主办单位当时的规定说 你不可以写所有东西 只能说你复决什么建议什么东西的话 那其实用不到100个字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们给我的东西是100个字 那我们就在100个字里面去陈述我们要的一个东西 第三点呢就是说 基于和谐是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或许有位教授也认为说 这似乎是多余的 因为你的重点在后面 可是我们做一个事情负责任 我们当然讲 为什么我要否定这个东西 对我们来讲 这个公投 当然我们强调说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转型正义 它会破坏着社会的和谐 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 基于宪法是最高无上的价值 所以说促行转移正义 因为违宪所以应该废止 我相信每个人对于废止的理由 其实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也告诉各位说 我们是基于这个理由 你可以废止 那有的人不会认为 有人他会投反 他认为不要废止 为什么 因为他会认为说 基于公平正义才是社会最高的价值 他认为公平正义比这个和谐还更重要 比如像左派的 或者像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学政治学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公投发起人 他们的一个权利 他们要认为我用什么理由去否定他 我相信任何的主办单位 不能够说你这个理由不能写 你这个理由写了 可能会模糊焦点 你可能会为了你的方便 你就直接写本文下去 可在我们来看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要否定别人的时候 我一定要告诉别人这个理由 在什么地方 而且我也合乎你们的一百个字 以内这个标准 这一点 第四第五点就是说 大家要了解说 所谓的公投 他其实是给一般老百姓的 他不是给精英的 老百姓要看得懂 看得懂 好 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 更何况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东西已经过快两千 两千多个人 大家已经同意把它联署出来 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精英 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退位 我们的所有的精英 不可以进行一个实质的审查 就是说他已经多少人联署 大家知道联署非常困难 他也通过了 今天如果说你们认为说 基于和谐跟社会团结者 跟后面那个出情转运的废纸 这两个是不应该连在一起 那对不起 我认为是应该连在一起 即使你认为不应该连在一起 但是我有两千多个人 我告诉你这是应该连在一起 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讲说 作为一个主持人 讲说请各位能够尊重一下 这个人民行使 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投 这个创制复节权 他的本身的意涵在什么地方 他本身的意涵 只要我这个里面 没有任何的违法的事情 没有任何违法的事情 我讲句 如果站在民主制度 我怎么写 你管我呢 我怎么写 我对目比较废止 我基于什么东西 每个人可以写啊 基于违宪 基于社会和谐 基于台湾更进步 基于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写 我觉得站在主办单位 请不要去阻碍这个东西 更不要用专业说 你们两个是没有关联的 你们两个写的多余的 我就算是多余的 我写的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在一百个字 合了一类我有什么不行的呢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做这种 这个东西 可能真的不能够 做到一种实质审查 只要这个东西 基于和谐 是社会团结的应有价值 这个东西 给老百姓知道 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刚刚讲 我经过这边来丢 你看今天800专业在抗争 我们现在社会巨马 把整个台湾都闻在一起了 难道我们这边 在座各位摸的良心讲 这个社会现在还有和谐吗 我们这个社会 一点和谐都没有了 这个社会没有和谐 怎么会进步呢 难道基于社会和谐 不能够作为否决一个 所谓处产条例 一个正当的理由吗 对我来讲 这个事情题目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或许像福特兄 也说我的好朋友 站在法律方面 他们来讲说 你这可能是不是 稍微多余了 这个法律说 是不是可以不要拿掉 也很清楚 那我也接受他的意见 说这是为我的好意 可是我真的可以讲说 我就是不想拿掉啊 可以拿掉 但是我不想拿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对我们将来 在告诉台湾老百姓的时候 我不只是要告诉 老百姓处产条例 这个有违宪违法的问题 我还要告诉老百姓说 社会的和谐团结 对我们台湾老百姓 是多么重要 我们不要再撕裂 这个社会了 各位这是作为一个 我们的政治参与者 我们有我们的怀抱 有我们的胸怀 我希望作为一个审查者 请你们能够尊重 请你们能够包容 你们有无限的权利 可以否决我 或者帮我前面的一段拿掉 就好比说 我记得像中选会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张老师说 如果你把前面第一段拿掉了 我们就不需要开审查会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理由嘛 这东西请你们能够尊重 这是老百姓 你就觉得我太愚蠢 太多余 太无谓 可是这就是人民希望说 基于这个社会的和谐 我要废除促转条例嘛 它是众多理由之一嘛 所以我也拜托主席 正好也是中央选委会的 这个委员之一 可不可以把我们这种声音 这种卑微的声音 就告诉你们说 大家要懂得适可而止 大家要懂得去尊重 每一个老百姓 他们就算他们是无知 他们也许只有小学毕业 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但他们在行使公投的时候 他们就凭他们的感觉说 我们认为要废止 促转条例 但是我们的理由就说 社会和谐 你看我这边写呢 没有什么违法 没有违宪 知道我本文也会写 但是我在诉求的时候 这个社会和谐是多么重要 他也不会说 因为社会和谐 就是就会支持你 这两个他也不会说连接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公投的目的 是要否决这个促转条例 我相信这是太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也拜托两位教授 也拜托这个主席 也是主委会 还有主办单位 请你们可不可以尊重一下 我们人民 他所提出来的理由 基于 我刚刚讲基于理由 基于这个理由 我并没有说我要公投说 和谐是维持社会价值 我说基于我的考虑 我们的考虑 所以说我要废除 我想做一个主持人 我这边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解释 谢谢大家 好 那谢谢那个 提案人的一个补充说明 那我们现在就请 我讲就异序了 就是请那个 台北市医会顾问林静章 林先生发言 时间是五分钟 谢谢 好那我们就先请 孙中山纪念图书馆文教基金会 董事毛嘉庆 毛先生发言 时间也是五分钟 主席好 各位选者专家好 我必须先续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天这个公投案送进来 中选会是不是能够召开这个听证会 或是它依据什么法律效力来 我觉得这都是还是有争议的状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场可能是我们贩旨都是文人类的 那大家去看文章呢都会觉得是自己的好了 别的文章可能连标点符号我们都想改一下 但是这是一个公投案 公投是参政权 宪法赋予的参政权 它跟选举罢免是一样的 我们来行使我们的创制复决权 今天如果在公投法里面 它已经限定一百个字以内来表达你这个创制或复决案 而它所有的字眼并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 它是表达诉求 我觉得没有必要吹毛求疵 或是来做思想检查 或是来卫生检查 这些都是很多余的事情 另外公投它就是要补代义政治之不足 它也要制衡失序的治权 这是一个政权直接实施的一个直接民主的方式 所以既然我们的公投法里面已经讲明了 这是一个要实施主权在民的一个公投法 那我们就要了解过不过的关键 是在公民投票累积出来开出来的票 它过或不过是这样的 它并不是说今天中选会就了就这个案子召开一个听证会 然后来专家学者来指导 或是说要删除哪些字 难道删了哪些字或增了哪些字 它过或不过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吗 这个听证会的目的是这样子吗 或是删了哪些字或是增了哪些字 今天发言的专家学者就会为这个案子过不过而负责吗 我想不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公投案 这是老百姓投票决定出来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想主席点头我也感到很欣慰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来做失职审查 它是不是合线 是不是合线 如果说我们要 如果说现场能够决定这个事情 或是有人告诉我说做这个事情是完全对的 那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说 这几个字的增删是不是有强制性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应该尊重提案人 毕竟他已经在第一段的提案阶段 已经超过两千多人的连署来了 他希望能够尽快地往下走 让整个民意可以展现出来 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 毛董事的发言 那我们 接下来就请林静章林顾问发言 时间是五分钟 主席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官员大家早 我是林静章在台北市议会 这25年议员担了20年的法规会召集人 那本来都是在触碰地方的法规很少去触碰这重央 但是这个促转条例通过以后 事实上来讲 自己有感觉到说跟自己所学的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是也没时间去研究 那这一次接到中全会的这个通知 也说要来 也不知道从何看 昨天晚上收集了很多资料 也没看完 也不知道今天要怎么讲 不过 刚刚听了各位的发言以后 我想也把我个人的浅见讲出来 第一个 第一题就是有关是法律的覆绝 我想我都支持刚刚两位教授他们所提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写历史 能够在参与民众用公投来对一个法律的覆绝 能够通过以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民的权利 我们不管它通过以后 但是这个形式上的意义 我觉得非常重要 不管它通过以后 这是人民表达权利的这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 所以是法律覆绝 那刚刚已经讲过民主公投 就是一个民主的最高的体现 那刚刚 两位教授是提到说 是不是在那个第一句话 那个基于和谐 这个部分是不是拿掉 也不违反 不抵触 就是说不会跟你们的意思相反 但是我听完以后 反而觉得 我本来是想说接受他们的看法 说事后同意 促短条例就应该废止 我们就投这个部分 但是我听完以后我反而觉得说 我认为促短条例是违反社会和谐 所以我反而是要让大家去投说 就是因为违反社会和谐 所以我要废止促短条例 反过来看 那这样子下来 其实这个案子会不会通过 不晓得因为我们公投法虽然放宽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限制 两千人的连数还要将近三十万人在连数 它才能够成案 而且时间也是这个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听下来以后 我是觉得说应该啊 这个维持这个法律的精神 就是这个应该把它维持住 那我正在苦于啊 昨天晚上到半夜两点钟头 还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 天助我爷 今天早上一起来翻报纸 中国时报那个 A15版的民意论坛 我们前考试院长 高永光考试副院长 他写了一段话 我把他一段话练出来 我想那一段话就是我今天要发言的主旨 他说中选会对于公民投票案 仅具有刑事审查权 这不只从公民投票法规范 中选会职权采列举式得到证实 在废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的修法过程中 可以更加证实 没有了公审会当可杜绝政治性审查 同时修法降低公投或成案的公民联署门槛 也是希望中选会取代公审会 仅做刑事审查 避免政治封杀 哎呀他写的正好就是我 苦思了半年不知道怎么讲的 那以上啊这个作为一个地方议员 二十几年地方议员 很少干预这个国家大事啊 但是毕竟还是人民的这个民意代表 那么我想也代表很多的民意啊 那么提出来呢 希望让我们的民主公投法律复决 在历史上不管它成功以后 让它实施吧 报告完毕 谢谢林静章您顾问的发言 那么我们本来有邀请法务部的机关代表来与会 但是他们只有提供书面意见 那书面意见已经在各位的桌面上 那就请大家参考 那我们这个流程居然就是进行到说出席者发问以及答复 那么首先我就还是在邀请那个 不知道应该说 其实刚刚那个藏长中先生有回应了嘛 那我就一并邀请提案领行人藏长中先生 学者专家 那可以提出发问 那也可以请那个受询问者答复 那就是说在这30分钟之内 那假如大家有刚刚在第一轮发言没有完备的地方 都可以提出来 那当然我想为了顾及大家的权益 那你一次发言可能还是先以五分钟为限好了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再邀请大家发言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容易进行 那不晓得学者专家或是提案领行人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提出来的 谢谢 好那请那个胡老师 我们刚提案领行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误会我的意思啊 其实我们没有反对说是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只是要 我觉得开听证会到底要确定一件事情是说 这个提案有提必然就一定未来会过 所以未来会可能会落实这件事情 必须要先确定 所以我们在每个案有时候就会发生 到底以后能不能执行的问题 那这个案子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它复决案是明确的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要清楚明白让人民可以知道是投什么了 所以应该我们那时候我刚刚那时候提的时候就是要确定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公投提案人是不是 这个部分一定要把它加在里面 如果一定要加在里面当然这个就是公投提案人他的意思嘛 如果如果不是说说就是说他只是单纯要处理后面那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让他更简单的 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确定公投提案人的本身的到底意涵是什么呢 那这个部分其实像上上次前几天那个处理那个就是其他的案子的时候 也是在确定说他的公职人员是不是包含选举还是不选举期间都是 所以这个我想如果是公投提案人他意思就是这样的话 那本身而言我觉得会里面也是应该要去尊重公投提案人他们这边的联署他们本来的意思 好谢谢那个胡老师 不晓得提案领先或是其他与会学者专家要提出 好那请 意见就是我个人觉得说台湾这整个公民投票 我觉得从大家讨论的应该是有进步的 至少我们就认为说过去的公投审议委员会似乎不见得需要存在 那我们先把它废掉的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进步的一个部分 那过去我们公投提案好像都反而是负面提案法 你本来是要正面的意思 然后提个负案的负面提案法 因为过去我们有那个双重多数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我想大家就想说应该我们都赞同应该要中央选举委员会 来作为主管机关就可以了 那因此我想我们其实今天讨论大家应该可以发现我们的核心 就是中央选举委员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还有那个主文它的内容应该是怎么样 那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是由这个制度上更加改良的观点来看 目前为止我们有更多的公投案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它其实在主文上的一个厘清的话 或许对我们制度上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比较慢慢倾向于说主文就是主文 或许我不知道胡老师怎么样 或许念法律稍微有时候比较僵硬一点 就是说它应该是更清楚的呈现它这个制度的面向 能够在主文的时候就是呈现它主文基本的意思而已 不然的话各位想想看如果这100个字写下来的话 任何个案件我只要在100个字包括标准符号好了 它所写下来可能会造成许多的印象 会造成许多的意象出现 比如说如果以张先生这个案子的话 我可以再追加其他东西啊 那这个意象是不是能够更清楚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从制度上的考量 我个人所了解是说当时其实苏格兰在所谓的那个 要不要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公投的时候 它其实就有一句话 你是否赞成苏格兰成为主权独立国家 就这样子 那当然你要什么理由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 这个可能是有非常多理由 只是说在这张公投票的上面 那个主文基本上 它应该是只有问的这个核心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慢慢制度上 我们能够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这样子对我们所有人这个直接民主 以及他的那个公民投票这个行使的权利的话 应该是对我们社会是会更好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这个也是应该是中央选举 我们经过慢慢的发展之后 能够发展出更好的一个制度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 我所知道我认为讨论的核心 应该不是只有这个提案而已 而是应该我们的制度 慢慢的发展出来比较好的一个制度 能够让所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 大家都能够慢慢接受 能够发展出 这是我们更好的一个制度 这是我觉得应该它大致核心的问题 那谢谢廖福特研究员 不晓得现场还没有 OK 那就请提案你先 好 谢谢主席啊 这个其实今天这个机会蛮难得的 我想我也参加过这个 今天是第三场 明天我们还有两场 其实很多重要的问题 刚刚福特兄也谈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中央研究院学问也非常好 就是 其实就是 当然我们知道工作法 是一个演进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刚才先谢谢两位学者 其实他们在某种概念上 我相信主席也听得出来了 就说他们是给我们一些善意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是不是比较精简以后 老百姓比较容易搞得更清楚 但是包括刚刚胡教授也提到 其实他也不反对 就说这种事情 其实是每一个提案人 他的一个政治的诉求 那我想还是回到我刚刚讲说 既然主办单位规定了100个字 我觉得100个字里面 只要我们没有违反100个字 我觉得主办单位 都应该尊重我们的一个意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或许在这一方面 我跟福特兄的看法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学政治学的 他是学法律的 就像我讲 各位我今天来了三次 明天还来两次 就是我自己所服务的生活学校 其实我这是要公投 我们想传达给社会一个良善的一个价值 也是我做一个政治学者 我觉得台湾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价值整个在崩解当中 文化也不交了 伦理也不在乎了 所以换言之 其实你注意看 我们的每个公投里面 其实我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应该要追寻这个价值 我基于这个价值 我才来否定这个东西 那当然你刚刚谈的苏格兰 但也有很多的国家 他们的这个公投案 他不一定只有写简单 他可以把理由讲出来 叫做将来追求台湾独立的时候 他一定说我一定追 他也可以写 基于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自主的权利 我要追求自由 可是也许我的反对理由 并不是说反对独立之主 我说基于为了台湾的安全 我反对台湾追求独立 一定是这个样子 就好比说 假如台湾没有安全的问题 我相信台湾八百多数十人 都赞成台湾独立 这个一定是有一个理由在的事情 这跟其他的国家 他们在追求独立的时候 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台湾的独立现在负责非常复杂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一个法律案 当成是一个法律案 尤其像福特兄 他们学法律 法律就是法律 可是对我们来讲 对一个政治学来讲 我也在台大政治系教书的 每一个法律案的背后 它都有它的逻辑 它都有它的价值的选项 所以对一个法律学者来讲 你就谈这个案子就好 可是对一个政治学者来讲 你耳爱其羊 我爱其理 你在乎的这个促展条例 我是要告诉老百姓说 促展条例它会社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就像我刚刚讲的 民进党可以认为说 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当然要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 这是他的理由 可是我们学政治学问 你说谁的正义啊 谁的正义啊 所以换句话说 就对我来讲 就是说我们 我刚刚跟你讲 这个公投它本身是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公投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特别是主席 也是主席将来審查委员会 这个未来还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 我们要做这个公投案 我们向寻求还联署过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个公投案 我们要教育民众 我们要让老百姓在文化上提升 我并不是说 我骂这个 使问人家出展条例不好 我要告诉人家 出展条例会给社会 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这才是我们社会 能够进步 其实我们提到人员的问题 各位 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减碳 可是台湾天天要排碳 这个不合乎社会的 规范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今天要做的 并不是说耶稣 不是说漏这件事情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要老百姓 进到这个投票所受 他在100个字连 马上就了解说 今天这个 这个有道理 或许有的人认为说 你这是误导 我再讲白话一点 误导有什么不对的 哪件事情不知道 我只告诉你 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民进党就可以 我刚刚讲就说 我没有破坏团结啊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回到主办单位 可不可以真正尊重一下 包括我想你回去 好多个案子 不是今天这个案子 明天我们还有两个案子 我觉得讨论问题 可能又是同样的问题 又是同样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完全 可以省着大家很多的时间嘛 所以我会觉得 可不可以尊重 我刚刚用尊重Respect 尊重一般老百姓 既然现在的公投法里面 没有说规定 不能这样子写 我们也没有一案二由啊 我们也没有违反 所有的制度规矩啊 我们就在100个字里面 包括教练福报都给你了 那这个时候 还进行实质审查 干什么呢 没有任何意义在嘛 所以我相信两位教授 他们所提出来一个好意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我刚刚讲 你们的好意 跟我的诉求 我刚刚讲 而爱其央 我爱其理 你在乎是法律的学者 都在乎说精简 很确实 可是对一个政治学者来讲 我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希望能够给社会 传达一些正面的东西 所以我想不厌其烦的 今天给你报告 明天我还会来这边两场啊 我也会同样的 再跟大家讲 所以我希望大家领导 特别是今天主席 将来你回到那个 因为完了还要再开个会 我希望你把这个声音也带回去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那个张小宗先生的说明啊 那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都有那个主字稿 也有会议记录啊 所以 那个所有委员 在讨论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些文字记录啊 那么不晓得 还有没有其他两位学者专家 我们是要再补充的 还是没有的话呢 好 那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个程序 好 那事实上 我们下一个程序就是 我就宣布说 本次听证程序到此结束 那依照行政程序法第六四条第四项规定 本次听证记录 指定于107年5月15日 星期三上午9点到12点 在中央群群委员会阅览室 工程述或发问人阅览 并签名或盖章